那貴賢你曉得嗎 我們每一個園區都有它的吉祥物 是是是 你曉不曉得我們本館的吉祥物是什麼 這個我知道 柯博館嘛 所以我們的吉祥物是Coco跟Bobo 柯博 柯博為什麼叫Coco 因為會Coco 很簡單記了 Coco 好 那麼921地震教育園區 921地震因為認為是地牛翻身 所以它的吉祥物我聽說是地牛 你的吉祥物是真的很重要的 消息來源應該蠻可靠的 沒錯沒錯 應該就是了 好 那車龍武斷城保存園區 欸 這個我剛才在門口啊 看到一個銅丘的穿山甲 我想八成是它了 應該也沒錯 因為穿山甲就是我們的吉祥物 好 再來就是鳳凰虎鳥園呢 鳥園在大門口看到一個巨嘴鳥的圖 所以我猜想一定是巨嘴鳥 好 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請Coco Coco Bobo先亮相好不好 來 歡迎Coco Bobo 聽說呢這兩個吉祥物當初是由著名的漫畫家 蕭妍中他所設計的 你看看Coco的嘴巴是不是尖尖的 Coco 很好記啊 好 Coco Bobo呢是我們從科博館創懷以來的一個吉祥物 是是 Coco Bobo來 再往右邊一點 再來 再來 潛南走路有點辛苦 因為他年紀大了 二十幾年了 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 921地震園區的吉祥物 然後地牛 我們的地牛今天不翻身 今天要上台讓大家來看一看 你看我們這地牛肚子很大 所以養得還不錯 來 還滿輕盈的 來 再往右邊一點 好 接下來就是 青龍湖斷唇寶寺園區的 川山峽 最年輕的吉祥物 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的鱗片 非常的不簡單 因為每一片都是手軟的 所以待會你們如果有機會仔細看一下 每一片的顏色都不完全相同 而且你看走得非常的輕巧 因為才開館 年紀最輕 希望不要二十幾年後 又變成Coco Bobo一樣那麼胖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鳳凰谷鳥園的 巨嘴鳥我們歡迎我們的巨嘴鳥吉祥物 哪一巨嘴鳥也是非常的輕盈 很不輕欸 我看牠做得有點大 一次請巨嘴鳥往右邊移一下 好 這幾個都是布喔 接下來我們要有真實的東西出現了 鳥園呢今天有準備三隻真的鳥來亮相 首先我們介紹的是金剛鸚鵡 這隻鸚鵡呢它非常的頻率驚人 待會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跟牠親近一下 另外也是鸚鵡家族的巴丹鸚鵡 除了這兩隻鸚鵡之外呢 另外還有就是布萊斯西鳥 也請大家來看一看這三隻呢 非常可愛的鳥 當然有特別交代不能放鞭炮 布萊斯會飛走 好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 我們這幾隻吉祥物跟大家揮揮手好嗎 這是我們柯博館家族吉祥物器 好 那慧玄 難道就那兩箱就沒事了吧 當然不是啊 怎麼可以那麼簡單讓他們下台了 接下來是要有什麼 他們準備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節目喔 這個有穿山獎 就讓這個柯博館想到了 在我們南屯的萬和宮 每年端午節都會有穿木巾 來叫醒穿山甲 這樣的一個習俗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我們的開幕典禮當中 首先一開始就要帶來這樣的表演 好 那麼因為我們表演的人數眾多 但是舞台實在是不夠大 好 我們所以說我們請Coco Bobo留在現場 那麼其他的幾位吉祥物 我們就先請您來 所以敬老遵行一下 請讓那個老的留在舞台上 因為他下台比較晚 好 聚嘴聊請下 好 傳山甲你的路線知道嗎 好 那就往那邊去看 好 好 來Coco Bobo請您向後退一點 對對對 看得到嗎 老人家好了 慢慢走就好 不要受傷 調不到方向怎麼辦 好 我們是不是也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接下來這一段 接下來這一段的表演好不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Coco 我來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大家好 我是Bobo 我跟Coco一樣 剛剛坐車來到鑽純保存園區 Bobo 我們今天一早就來到這個地方 博物館是派了什麼任務給我們嗎 其實也不是什麼任務 哥哥 你還記得嗎 去年我們來到竹山 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他說他的房子正在裝潢 等新房子弄好了 他說要邀請我們參觀 昨天我就收到消息 他說今天是個好日子 可以去大家走走 真的假的 太好了 我最喜歡出去玩了 快快快 我們趕快去吧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超開心的 因為快要過年了 說到過年 可是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做喔 上次很久都沒有見面的朋友啊 趁著放假的時候 大家可以聚一聚 還可以一起出去玩 或是什麼也不做的 放輕鬆好好的休息一下 想一想這過年 好好喔 話說我有一個好朋友 每年過年前他都在睡覺 我們這一群好朋友 有一個特殊的任務 就是大家每年輪流叫他起床 要不然他會沒時間 才買年貨準備過年喔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為什麼今天你們會來看到我呢 哈哈哈哈 沒錯 今年剛好輪到我啦 我要來叫他起床囉 有人在家嗎 起床囉 起床囉 不對 等等 這樣叫好奇怪喔 怎麼在人家家門口 叫人家起床啊 換你一個包 有人在家嗎 有人在家嗎 我在你們家門口撿到錢喔 撿到錢喔 那是我釣的 是誰 我啊 我是地牛博士 我剛剛掉了錢包 正正走就在哪裡 沒想到就聽到你說撿到錢了 我就趕快過來了 你撿到的錢在哪裡啊 真確 我壓根就沒有撿到錢 只是說撿到錢 就出現掉錢的人 這未免也太巧了吧 看來我的名字真不是叫假的 大嘴鳥 我還真大嘴呢 哈哈 不好意思囉 我剛剛是在敲門找我的朋友 敲了半天都沒有人來開門 我想說韓撿到錢 看看他會不會來開門 你沒撿到錢啊 沒關係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不是叫地牛博士嗎 要不你是哪一位啊 我叫地牛博士啊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脾氣不太好 只要我地牛動一動 天花板的半圍的 再問你一次啊 你有沒有撿到我的錢啊 誰冤枉啊 我真的沒有撿到你的錢 好 不然你看一看我的厲害啊 我要看你這個小子 是不會說實話的啊 瑞士是地牛博士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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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還不趕快把我的錢包交出來啊 地上怎麼這麼多東西啊 啊 還好 我剛剛飛了起來 雖然只有離地面三秒鐘三公分 但是剛剛天遙地動的還真可怕 喂 地牛博士 你真是有眼睛啊 眼大無聲 你看看地上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不就是你的錢包嗎 哎唷 對 這就是我的錢包 沒錯 沒錯 哎唷 總算是找回來了 我還以為他不見了 我說地牛博士啊 你要改改你的臭脾氣 不要動不動 就什麼地牛翻身 很恐怖 很危險的呢 不是每個人都跟我一樣 可以離地三秒鐘三公分的 這是對不起啊 對啦 你說你要叫你朋友起床啊 我剛剛啊 不小心啊 讓你受了驚嚇 你吹 現在啊 換我來幫幫你好了 我就輕輕地用一點點的力量 幫你把你的朋友叫起來開門 怎麼樣啊 哎 這個是個不錯的主意喔 那就麻煩你囉 看我的厲害啊 瑞士二地牛翻身 該不會是我太早起床 沒睡飽吧 怎麼一路上過來 天搖地動的 頭好昏啊 奇怪了 今天我家外頭 怎麼這麼多人啊 這兩個人怎麼在我家門前偷偷摸摸的 哎唷 不得了了 這兩個人看起來不是好人 一個嘴巴這麼大 好像很喜歡說人喜歡 另外一個頭上長得巧 看起來專門幾乎落小的樣子 該不會是小偷吧 嗯 過年快到了 這個時候喔 怕人嘴嘴 趕快打電話打個幫手 咦 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啊 你確定你朋友在家嗎 會不會出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傢伙最愛睡覺 沒有人叫他 他可以一直睡 一直睡 一直睡 我看這樣好了 要不要去問問隔壁鄰居 南宮的那個金雞母 還是要問問路邊的那個阿媽家 看看他們有沒有看過你朋友 對啦 嘿 你們兩個是誰 幹嘛鬼鬼祟祟祟在我家門前 走來走去的 這 這不是愛睡覺的穿山獎嗎 怎麼你沒有在睡覺啊 最近我家剛整修好咩 正想邀請朋友一起來玩玩 來做個試營運 那我就想說祈禱起床了 就是為這件事情在忙一下 你跟那個遊角的啊 是誰啊 你們要做什麼 我是來找錢包的啊 順便幫他叫你起床 我才不信耶 這麼瞎的事情 你也說得出來 我說波波波姐 這不是地牛博士嗎 對耶 這就是我們老常去 9211大證園區 找到完那個地牛博士耶 他怎麼在這裡啊 地牛博士 這不是可可和波波嗎 太多了 他剛好 怎麼會在這裡出外 rav 真是太好了 博士 我們來竹山拜訪 我們的新朋友穿山甲 最近他新居落成了 邀請我們來參觀 剛剛在路上 他說他家裡有危險 我跟BOBO 才快馬加編的趕來這裡 博士 你後面這個朋友是誰 對 你是誰 我們聊了這麼久 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我可是大名鼎鼎 來自鳳凰谷的鳥 今年輪到我來這裡 叫醒川山甲 好迎接今年的 新春節日到來 我是隻抱喜的鳥喔 不是什麼小偷好嗎 喔 原來是一隻抱喜的鳥喔 搞了半天 大家都認識啊 嚇了我一大跳 我想說 每年我都是睡到自然醒 今年提早了一點點 爬了起來 就遇到地震 又遇到奇怪的人 嚇得我冒了一身冷汗 這樣好了 我啊 現在就回去睡覺 等到時間到 我在起床好了 這我一定是在做夢 一定是在做夢 這不是真的 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不要太睡了 讓我們趕快點心跳吧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